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和大家看個案件。 這一個案件就是講的,在湖南,班主任竟然被個優等生連統26刀。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呢?這個學生就回應, 等了兩年終於報仇,到底是報什麼事呢?我們一齊睇一睇。 2017年,在湖南某個封閉式管理中學中, 原本氣氛都幾好,因為他們即時會有3個小時休息時間, 高三一班同學亦都在等落課鐘聲響, 大家就希望拿著書包走。 這個時候,有一個帶著怒氣的男人聲在大聲說, 就說安靜!即刻高考,還那麼鬆懈, 等一陣放一部例子電影,不寫完觀後感不准休息。 這個講話的人就是班主任王強, 大家唯有認命回到個位置拿起紙筆。 其中一個坐在角落頭的16歲男人聲不出地看著老師, 然後表示自己有時不想寫。 這個老師好生氣地罵他,然後回到辦公室。 這個男人就臉都黑了,坐在椅子上幾分鐘後走出教室。 當他再次回到課室時,臉上身上有血, 整個樣子好癲狂地走去一個女同學的桌前跟他說, 笑著這樣說,就說我殺了你老爸呀。 這個時候外面就傳來了學生的尖叫聲, 就說殺人呀殺人呀!王老師死了呀!地下全部都是血呀! 這個時候就好多人又哭又叫, 總之就扭了一團那樣。 警方接到報案之後, 即刻將兇手帶到警局那裏審問, 而根據了解原來他的成績好好的, 是清華北大的預備生來的, 是受到老師的喜愛喜重, 幾乎是無人相信他會殺人的, 而根據深入調查大家才知道原來呢, 在這個好學生的光環之下, 是隱藏著一些秘密的。 那這一個男生就叫蕭芳, 那他家裡家境都還可以的, 那董事不太喜歡學習了, 平日會花很多時間去看漫畫打遊戲, 但是由於他的天賦好好, 領埋力好強, 成績是中等以上, 所以他的父母就無理他太多東西了, 讀完高中之後, 銷芳就去到這間封閉式管理的高中了, 學校每個月只會放兩日假, 但是在每個星期日的下午, 也是會給學生放三個小時的週假, 一向自由慣的蕭芳當然不願意啦, 成績都沒有以往那麼好, 加上他又不喜歡講話, 班上亦都沒有朋友而旺強, 作為班主任就注意到這一點, 於是整日會找蕭芳談心, 慢慢蕭芳就適應了新的生活, 在學業上本來就聰明的他找到方法, 成績突飛猛進直接由中等水平, 變成有機會衝擊清華北大學霸, 而他班同學都對於這個轉變好驚訝, 而這個時候蕭芳都開始有不少好朋友, 他的父母都好開心, 覺得班主任王老師功不可沒, 就整日跟兒子講要多些跟王老師交流, 不要辜負他的期望, 但是奇怪的是每次提起這件事, 而蕭芳的臉色就好陰沉, 轉過頭就躲進房間不願意出來, 由於蕭芳本來都是比較少話講的人, 父母就沒注意了, 隔著門就提醒他一定要聽老師的說話, 就出門做事了, 而他們這個動作是對他的兒子有所忽, 亦都有間接養成血案的。 那天晚上晚自閘之後, 王老師就攔住了準備回宿舍的蕭芳, 就跟他講啦, 你來辦公室一趟啦, 蕭芳走完眉頭, 本身不想去的, 但是同學都在了, 他只能夠不情願地去到辦公室再次找這個老師談心啦。 那隔了半個小時之後, 突然辦公室的門就被人好大力地推開了, 而蕭芳就在裏面衝去廁所, 蕭芳就不斷用凍水洗自己的臉, 就試圖讓自己冷靜下來, 他說不敢相信, 一直那麼隨和的王老師竟然會提出一些這樣的要求。 對於其他人王老師一向都很隨和的, 但是對於自己所棄中的蕭芳就很嚴厲, 思思都要求他聽從命令, 今日王老師就剛剛在語文老師那裏知道蕭芳原來不願意答問題, 兩個人就發生了爭執。 這一種事情作為學生是不應該的, 於是王老師就將蕭芳叫到辦公室裏面要求他必須要回答各科老師的問題, 怎知蕭芳是直接拒絕的, 激到王老師就罵了他一頓, 跟他說你不要遲著自己成績好, 就可以打橫行跟我寫檢討書。 這個時候蕭芳都覺得好不可思議, 那麼小事值得去寫檢討? 原來他本來就對王老師有好多不滿的了, 雖然王老師在困難的時候開道了他, 但是成績提升呢, 是全憑自己的努力, 為何父母同學都認為是王老師的功勞呢? 而且自己本來就想自由自在地生活, 對這些名牌大學就沒什麼興趣, 王老師憑什麼要用為你好這三個字去逼自己做一些不想做的事呢? 那麼這些秘密, 其實就算跟人說, 都沒人會信, 沒人會明白的了。 那麼這個心結其實好難解開的, 之後每次王老師對蕭芳有嚴厲要求, 都會是逼他按照自己所想的方式去做, 那麼這個時候這個男子的心裏面就好不舒服了。 那麼其實按法之前, 蕭芳又再次因為成績的事, 就被王老師再次當眾地罵了, 那麼終於忍無可忍, 就拿著把刀向著老師捅過去了。 那麼雖然大家都有把老師送到醫院, 但是都是遲了一步, 那麼這個老師就死在自己最愛的學生手上了。 那麼這個案件呢, 其實那個男子就犯了故意殺人罪了。 那麼蕭芳雖然未滿18歲, 但是法律裏面就規定滿了16周歲的人犯罪, 就會是負回這個刑事責任年齡的, 即是說他這個刑罰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如果程節較輕的, 如果是故意殺人的話, 有機會判死刑無期徒刑, 和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那麼其實這一個事件都幾悲劇的, 那麼他自己其實就不想讀書讀得那麼辛苦, 但是那個老師就想他未來好些, 那麼考到個好大學, 他又覺得自己殺了老師, 是叫做等了兩年, 終於報到仇了。 其實這樣看回他的性格本來都有些問題的, 而且看回他今次的事件, 他是有故意帶著把刀回去學校的, 再加上殺完人之後, 還要去回王老師的女兒前面跟他說, 說殺了他爸爸。 最初看到這個案件時, 我都以為會是很大仇、很大怨, 但原來只不過是叫你努力學習, 而且都不存在欺凌做一些過份的事, 那麼這次這個老師都真是叫做死得冤枉了。 好啦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 下面留言啦,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